你們有聽過就是一句話的恐怖故事嗎 或是兩句話 所以我們今天有恐怖故事才能得過世界冠軍的 真的喔 他好像是從英文翻譯或什麼文翻譯過來就翻成中文這樣 然後我們就請那個小韓幫我們分享 這個我們可以來幫觀眾做一個大概的解釋 因為其實有些我們也不一定是最準確的 這裡是119你遇到什麼情況了 我嚇出了一身冷汗 因為我意識到我不小心點到了擴音 這個就是他可能躲在衣櫥裡面 然後有人在找他 然後覺得他要報警 結果開到擴音就白痴 就把他被被掉起來 被發現這下一步應該就是被人家發現了 直接放在地水 放在地水什麼意思 你不知道 什麼時候我開地水 你沒有看獎頭嗎 第二個是 一個人的夜裡蒲發奇想 播給客廳的家用電話 然後結果播進去 對不起 您播的電話用戶就在他線中 這說到什麼意思啊 阿你 播你家客廳 不好公路 是誰偷接人家線 好噁心喔 第三個 我終於鼓起勇氣 打電話給那個跟蹤者 讓他不要再發簡訊給我了 然後我的床底下傳來的手機靈體 已經跟到了我 等一下等一下 這我有另外一個想法 是不是他自己本身跟人家 然後把人家的手機放在床底下 第四個 隔離中 沒有衛生紙了 你有被隔離過嗎 有 我有被隔離過 你去哪裡 我之前小時候得過H1N1 真的喔 H1N1要被隔離 所以那時候你有衛生紙嗎 有啊 那是你家對不對 對啊 不能這樣講 這個應該是 比如說你去國外 隔離14天 然後剛好那個地方沒有衛生紙 然後你 就飯店之類 對 他這個也沒有辦法求救嗎 應該沒有loom service 或是 應該有吧 有吧 就放在門口啊 打開台燈之後 我發現坐在椅子上的那個人影 其實是一堆衣服 我鬆了一口氣 直到我看見那堆衣服下面 有隻眼睛看著我 躲在那堆衣服裡面 他這個可能是有時候你在做事情 然後可能 因為你可能亂丟衣服 有時候你在家裡 然後他有一個成的形狀 是一個人形 對 然後你可能 反正是衣服 看你們有個眼睛 對 可能躲在裡面 奇怪了 我微笑的時候 鏡子裡的我沒有笑 不對 這是窗戶 欸我覺得真的很恐怖欸 我看到這個有幾幾幾個 這個好恐怖喔 欸這個人好厲害喔 窗戶的意思就是說 對面有一個人 外面有一個人跟他微笑 然後他不笑 真的還跟你講一樣 天啊 我最近有看一個電影 就叫我們 喔 Earth 喔喔喔這好 我桌上有一隻蟑螂 拿去了 不見了 然後老婆 蟑螂不見了他要去找 老婆總說我是他的寶藏 也許這就是他把我 埋起來的願望 啊靠 老婆殺人犯欸 欸真的是害活的 這是被唸 欸對啊 對啊他可以寫出這句話 啊他把他丟支手機跟他一起買 對啊 當我將我唯一的孩子抱在懷裡哭時 我聽到嬰兒監視器裡傳來他的鼓氣聲 這是誰的孩子 有兩個 可能就真的是雙胞胎 忘記了 太累了 太累了 媽媽你在我朋友面前讓我尷尬了 我兒子對我說到 在我們空蕩蕩的廚房 他們就沒了 天啊這就是ghost 我在太平間撿到 一個開著熱點的手機 上面顯示 已連結設備 10台 上網 打傳說對決 對可能無打無之類的 當我說我要打造一個動物園的時候 整個城鎮裡的人都在笑 因為他們就只是 在籠子裡尖叫頭秀 這什麼意思 就是他跟陳鎮裡的人說他打造一個動物園 大家都在笑他不可能 然後結果那些人類就是他的動物 人類人 你怎麼會有一個聲音啊 你有聽他嗎 就是其實我已經認識他很久了 只是都不知道 然後我是最近才知道 然後他就分享說 因為我們國小以前是醫院 就是在建國小之前 是醫院 對 那你讀基隆 基隆七毒國小 對 那個國小後來就是 反正就是醫院廢 現在還在嗎 國小還在 國小還在 然後他現在就是蓋國小 醫院廢掉 然後我那個朋友就都會跟其他朋友 其他男生朋友就說 國小晚上的時候都很多人 然後我們大家都覺得很害怕 都不敢亂看 國小夜校是不是 沒有啦 那你那個朋友是男生女生 男生 他看得到 他說他有靈異體質 而且我們那個國小的廚房在地下室 然後 喔廚房 就是可能就是之前的太平街之類的 就是在附近這樣 然後他就說 他說每次下去的時候 就很恐怖啊 然後他們還下去探險什麼的 然後就有其他男同學就有說那個 你說晚上他們還下去那個 我不知道是晚上還是白天欸 我不知道 然後他們就好像就是 就很調皮 國小的時候 然後就進去 那你有去嗎 我是前幾天才知道他們有去 然後他們就說 進去的時候裡面還有 骷髏頭欸 蛤 是真的假的 我不知道他們說真的啊 然後我就說 真的 然後我就說我不信 我真的不相信 然後他們後來 因為國小的時候 他們都會騎腳踏車 騎腳踏車出去玩 然後就有去我們學校 那附近的厚山 然後 然後 我沒有問他們是白天的晚上 然後反正就是他們就去那個 後山就騎腳踏車 然後 我有一個朋友 就在那個靈異體質的 靈異體質的就是 站在那個 後面那個 Fashion Top 這樣 有時候是這樣 小時候就這樣抓人家肩膀 對 然後結果 他們就進入那個 山的時候 他就突然有 就是 其實都前面都沒人 我聽那個駕駛者說的 他說前面都沒人 然後後面那個靈異體質的 就突然 跟大家說 其實沒有人 然後就突然這樣 就雙手直接這樣放下 然後直接這樣 蛤他怎麼了 不知道 他就還可以站著 那個駕駛者還 撞不到哭啦 然後那個人就這樣 他也下去 還沒踩到我 沒有 好奇怪 對對對 好恐怖 然後 結果他們就覺得 他們也覺得很恐怖 就去採撥笑 然後結果 後來就趕快側板 什麼的 然後就問他說 怎麼了 什麼的 然後他就是 這一段記憶是 完全沒影響 他就仔細的 他好像看到一個人 頂約 往他們真的 然後他就突然被附身了 哇 好快喔 好恐怖喔 欸 他沒掉下去更恐怖 對 我也覺得 我就一直說 手都沒辦法 他有一個別的是 廢棄的地方吧 我也不是有去的地方 就是有一個廢棄的公寓 然後他們就是也是去探險 是國小的時候 對 國小的時候 他怎麼那麼愛探險 廢棄的男生都很愛探險 我又不懂 然後 就 他們就進去 然後就好像 看到一個 廚房嗎 還是不知道 然後就是看到 就隱約看到那邊 突然出現 綠光 對 我說他們那個 廢墟的地方出現綠光 然後他們就看到那個 欸 你知道綠光怎麼唱喔 然後他們就看到那綠光 就全部都嚇跑了 喔真的喔 他們國小 然後還是還要去探險就對了 對 他們就不懂 只要遇到就跑掉了 對 遇到就跑掉了 對 遇到就跑掉了 這故事都很短 這有點像一劇兩劇的故事 對 有點像 就是有一個女生 然後她就是坐捷運 在車上 然後就 他們 其實坐捷運都不會太多交流 跟路人 根本就不會講話 對 可是會不小心就是會去注意到別人在做什麼 對 然後就 她就有注意到一個男生 就是 在 自言自語 然後 就是一直在member 就是不知道跟誰溝通的感覺 她就有注意到她 然後那個男生 也有跟那女生對到眼 嗯 然後就 他們就一直 平凡的就是一直 不小心對到眼 對到眼這樣子 然後 結果 就差不多到站了 然後那女生就要 下車了 然後結果 後來走出來 然後那個男生也 跟著衝過去 要跟他搭訕 然後那女生就有也 就直接很直接問她說 喔你剛剛是在 跟誰講電話 還是在開四序嗎 什麼的 然後 那男的 就很明顯就是沒有戴耳機 什麼都沒戴 然後她就 很害羞的說 喔 我朋友想認識你 她認識旁邊 完全沒認 喔 所以她是一個 穿隱形 斗篷的 對 隱形套裝 對 要請她脫掉 哈哈哈